你好 跟大家报告一下油管短篇赚钱的一个更新 在本周油管终于确定了短篇的赚钱从2月1号开始实施 也就是从2月份开始 如果你是在YPP这个计划里头 那你就可以通过短篇赚钱 也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个频道 只做短篇不做任何的长篇 你依然可以依据短篇这样一个途径来加入YPP 这个条件是有1000个粉丝 和在过去的90天里头有1000万的这种播放量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渠道 你加入这个YPP 然后可以开始赚钱 注意那么你可以通过长篇加入YPP 你可以通过短篇加入YPP 一旦你加入YPP以后 你既可以通过短篇赚钱 又可以通过长篇来赚钱 像老胡这个情况 这个频道里头短篇很少 但我已经在YPP里头 那从2月1号如果开始发短篇 不管它的观看量多少或多或少 就都会赚一点点钱 那这个短篇的广告收入 从何而来呢 是从这个短篇之间的广告播放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在短篇的播放中间 已经看到了不少的这种广告的插入 对吧 那从2月1号开始的话 它就开始这部分收入跟大家分钱 好 那么在这个之前的话 如果你已经在YPP里头的话 在1月中旬会看到一个通知 叫你要接受服务条款的更新 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是技术上的操作 你打了勾 接受了它的这个条件的话 意味着你到时候别跟我打官司 因为这些处理不当的话 这个法律程序上有可能会引起一个 集体诉讼的这样的可能性 那么它在1月的中下旬 大家会在油管的后台上面 看到这样一个这个条款的 接受的这样一个通知 相信到时候大家在邮箱里头 也会收到通知 那这就是对于那部分 已经在YPP里头人 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接受新的条款 那么你就可以开始 接受短篇的赚钱的这部分收入 好 那么在这期节目里头 我曾经给大家回答了 这么几个问题 我在这地方快速的给大家总结一下 那广告的收入来自短篇之间的这种广告 分成的方法也是按千次播放量来这个计算 但是呢 它这个总共的收入啊 会分给油管的这个短篇创作者45% 那并不是讲油管拿走55% 因为其中有一部分 它要给这个音乐的版权人去支付 那这部分的比例不太清楚 我们只是讲猜测它可能是10% 那油管拿走45% 我们拿45% 那很有可能就是油管会多给这个音乐版权人多一点点钱 也有可能不太清楚 但是我觉得按照原来我们长篇的55% 现在45%的话 这样子的话还是合理的一个分层 因为在短篇的这个创作相机这样一个环境里头 所有的音乐的话 它就不再有版权主张 也不再这个另外付钱了 所以这是一个短篇创作的一个重大的这个特征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做的短篇从来都不用别人的音乐 但是呢 你依然要来承担这部分费用 因为这是平台给音乐人的一个总的支出 大家分摊 所以这部分的话就在那个55%里头出 我们不再不管它了 那么我已经在YPP里头的话 你就没有任何的影响 就是你会多赚钱 如果你不在YPP里头 我们讲的你有个新的渠道 去加入YPP 然后一直长篇都不做 然后就单单通过短篇赚钱 这成为一种可能 当然你想我90%都是短篇 我偶然发一两个长篇 那个长篇因为你是在YPP里头 那个长篇也能替你赚钱 所以只要你在YPP里头 它就不再区分你的赚钱资格 你长篇短篇都赚钱 所以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就是给大家报告 这样一个时间的确立 是2月1号开始 而且你要接受一个条款 那如果你问我主要是做短篇的 我什么时候可以加入YPP呢 按照油管以前透露的信息 是在1月的中下旬 它会开放申请的这样一个窗口 也就是说1月的月底 你可以拿到YPP的资格 那么2月1号开始你就赚钱了 好的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报告的 这样一个重要的更新 谢谢 再见